国内IC设计大厂联发科今天召开了法说会 第一季每股盈余4.62元 季减30.5% 年减32.2% 联发科表示因为受到新兴市场汇率因素的影响 短期需求疲弱 影响了手机市场 加上新兴市场3G 4G的竞争加剧 预估第二季的营收恐怕会季减5% 不过对于全年预估的出货目标 联发科则是维持不变 董事长蔡明介坎坎俄谈对智慧装置和物联网商机 全球手机机评晶片大厂联发科 去年拿下4G LTE处理器市场排名第二的佳机 不过2015年第一季营收情况却不是乐观 受传统淡季美元快速升值 新兴市场手机需求成长大幅减缓的影响 联发科第一季税后净利72.51亿元 季减30.3% 年减28.5% 创77以来的最低纪录 美股纯益4.62元 联发科总经理谢清江坦言 新兴市场需求疲弱 三G四G竞争激烈 第二季营收恐怕也不胜乐观 但强调全年出货4.5亿目标不变 IDC研调机构昨天公布 2015年第一季全球智慧型手机市场 三星销售8240万只手机 市占率24.5% 位居第一 苹果的iPhone则售出6120万只 市占率达18.2% 而第三名则为联想并购后的Motorola 市占5.6% 中国手机华为含长LG排名第四与第五 整体手机市场呈现大者三星苹果 同持局面 日前高通公布 首例于支付中国反垄断案和解金 还有手机大厂倾向使用自家芯片 上级获率衰退46% 年度营收目标调降11美元 在苹果iPhone手机以及三星 争夺使用者青睐的同时 中国白拍手机市场 能否推升联发科获利 成为问号 大概人才是要增加2000嘛 台湾1000 海外1000 刚好新兴市场 联发科今年仍旧打算增品人才 目前得知 联发科年底力推量产 20奈米制程技术的 10核心手机晶片Helio X20 与高通800系列高阶产品对决 下期是综合报道